50岁男子血压一百分之一百七十毫米 三年未至 他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生活中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高血压如果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不用吃降压药 不用太在意 血压高点没事 该吃吃该喝喝 胃口好了 什么病都能好 是要三分毒 高血压不吃药也没事 自己还会下去的 这是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50岁的李大爷 三年前也被诊断了高血压 三年时间没有吃药 没有治疗 没有忌口 三年后的检查中 他的高血压是好了 还是情况更糟糕了呢 一 50岁男子血压一百分之一百七十毫米 三年未至 身体真的无异常 李大爷最近下肢浮肿 腰背疼痛 还伴有头疼 头晕 耳鸣的症状 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 在女儿的陪同下 李大爷到医院检查时发现 血压结果显示收缩压为165毫米拱柱 舒张压为100毫米拱柱 医生询问李大爷是否有高血压病史 李大爷说三年前就有高血压 但是身体一直没有任何不适 所以一直为使用药物 也为采取任何降血压的治疗手段 医生进一步询问李大爷的生活习惯 不仅他对自己的健康缺乏意识 而且对生活充满自信 认为该吃吃该喝喝 不愿委屈自己 医生初步认为李大爷的下肢浮肿 腰背疼痛等症状可能是长期高血压位置所致 建议进行全面检查 李大爷全面检查后 发现多项身体指标不合格 包括高血压性肾病 关心病 颈动脉硬化等 这一系列的身体指标不合格 为李大爷的健康敲响了警钟 高血压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问题 更是一个综合性的健康危机 李大爷的高血压性肾病 是由于长期高血压对肾脏的损害 导致肾小球滤果功能减退 最终发展为慢性肾脏病 这不仅影响了身体对肺物的正常排线 还可能导致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紊乱 甚至引发尿毒症 而关心病是高血压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高血压使得心脏不断承受过大的负荷 导致冠状动脉宫血不足 形成动脉周样硬化 最终可能诱发冠状动脉疾病 这会使心脏的供血和供氧减少 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甚至引发心肌梗塞 威胁生命 李大爷的颈动脉硬化 还会阻碍正常的血液流动 导致脑部供血不足 从而引发中风 中风是一种危险的疾病 可能导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语言障碍以及严重的残疾 因此 李大爷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血压的治疗 更是对全身器官功能的综合管理 所以得了高血压 如果任由它发展真的会要了你的命 二 高血压真的会要了你的命 高血压又称为动脉性高血压 是一种悄无声息 但危害极大的健康杀手 高血压就像一位潜伏在身体内部的隐形杀手 它并不会发出明显的警告信号 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夺走我们的生命 这是因为在人体血管中 心脏将血液推送到全身 这一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压力 然而 当这种压力过大时 就形成了高血压 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 如果遇到阻力大的情况 心脏就需要更大的力气来推送血液 导致血压升高 高血压的危险 在于它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其中最为恐怖的就是中风 中风 这是一场无声但危险至极的生命风暴 它如同一剂无情的拳击 可能摧毁大脑的某个区域 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是中风带来的一大危险 患者可能变得无法独立完成洗漱 穿衣 进食等基本生活技能 对于他们和家人而言 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可能需要长期的康复和支持 言语障碍是中风患者常见的问题之一 他们可能面临失语症或语言理解障碍 这不仅是沟通的障碍 更是与外界交流的障碍 让患者感到孤立和无助 认知功能的下降是中风带来的另一挑战 患者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减退等问题 这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的管理 更是对自我身份的挑战 让患者面对自己的新现实 情绪问题也是中风的常见伴侣 抑郁和焦虑可能伴随着患者整个康复过程 面对生活的变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患者可能陷入情绪的波动 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持 最重要的是中风可能危及生命 严重的中风可能导致脑部大面积出血 或者严重影响呼吸和心脏功能 从而使患者失去生命 在这场定时炸弹的阴影下 预防成为关键 而控制高血压是降低中风风险的关键步骤 高血压还会引发心脏病和肾脏病 这不是一场闪电战 而是一场慢慢蚕食身体健康的战争 心脏好比是我们生命的泵 负责将血液推送到全身 让氧气和氧分能够顺利供应到每一个角落 然而高血压就像是一位顽固不化的破坏者 使得心脏不堪重负 在长时间的高血压困扰下 心脏可能失去原有的规律跳动 进而导致心理衰减 这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而是在高血压的长期蹂躏下 心脏逐渐疲惫 无法附和 最终 心脏不再能够有效地将血液推送到身体各处 导致一系列心血管问题甚至危及生命 肾脏可谓是身体的轻道夫 它不仅过滤废物 还维持体内的水电解质平衡 然而 高血压可让肾脏的工作环境变得越发困难 肾小球是肾脏的工作方 而高血压则可能对这个工作方进行破坏 损害肾小球的功能影响其正常过滤作用 最终可能导致慢性肾脏病的发展 这并非一场瞬间的灾难 而是在高血压逐渐蚕食下 肾脏逐渐失去了正常的运作能力 患者可能不察觉地进入慢性肾脏病的漩涡 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高血压或许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 但实际上 它可能在不经意间夺走我们的生命 因此让我们时刻保持对身体的警惕 如果出现这三种注装一定要及时就医 三 三大症状 说明你血压高了 早治疗早受益 血压高了 身体会发出一些早期的信号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敏锐地察觉这些症状 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 避免潜在的风险 一 头痛 高血压可能导致血管受到损伤 影响到脑部攻血 从而引发头痛 这种头痛通常表现为持续性的 波动性的感觉 尤其是在早晨醒来时 如果你经常感到头痛 特别是伴随着其他不适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及时寻求医疗建议 二 头晕 高血压影响了血液的正常循环 可能导致脑部攻血不足 从而引起头晕的感觉 这种头晕可能在起床 或是快速改变体位时更为显著 如果你感到经常出现头晕 不妨测量一下血压 确保它处于正常范围内 三 视力模糊 高血压可能引起眼部血管的病变 导致视网膜攻血不足 进而引起视力模糊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视力有明显变化 尤其是突然出现的视觉问题 这可能是高血压的一个信号 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这三大症状不仅仅是血压升高的表现 更是身体发出的求助信号 早期发现高血压 早期进行治疗 对于预防并发症的发生至关重要 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些症状时 不要轻信那些听说和大众传言 更不要因为缺乏明显不适 而忽视高血压的威胁 50岁的李大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高血压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小问题 它是一把潜在的健康时钟 悄然倒计时 我们要认识到高血压的危害 学会关爱自己的身体 定期测量血压 关注身体的变化 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 对自己的负责 都在我们的中心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根本 使用病房装